那麼中醫怎麼看咳嗽呢 一般來咳嗽來講就是我們 可以分做所謂的這個外感的咳嗽 還有內傷的咳嗽 這兩個部位 那大概外感的咳嗽裡面 當然就有所謂的風寒咳嗽 還有風熱咳嗽最為常見 那當然所謂的內傷的咳嗽就是說 當他身體的一個體力的 消耗過度而生起一種虛弱性的一個咳嗽 不過我們在臨床治療上 以風寒跟外感風熱咳嗽 佔為大宗 所以還是外來的一個寒氣入邪的嘛對不對 那如果以中醫來治療 會怎麼樣去治療 您剛有說外感有熱的啊 有寒的啊 有不同的 那各自要怎麼治療呢 其實我們在治療咳嗽裡面 我們當然會從他的一個症狀 風寒的咳嗽呢 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個症狀 就是說當我們這個外在的環境 或者身體比較虛寒的時候 那我們身體對於環境的一個反射動作 就是讓我們的鼻子 我們氣管壁 昏迷比較多的水分 而來對抗環境的這些變化 那這種症狀就是主要就是會出現 胸悶 彈白 還有像流鼻涕 那當然這個鼻涕是白的 或是水樣的 那我們在脈象裡面呢 它會出現一個浮脈的一個情形 主要就是氣管壁裡面 或者呼吸道裡面的 昏迷過多的水分 呼吸會有聲音的 甚至我們出現 呼吸會裡面有 咻咻咻咻 這種消明聲 那這個是它的主要一個症狀 熱咳以及寒咳 來教我們兩個穴位 可以幫助我們做緩解 是哪兩個穴位呢 熱性咳嗽主要是要以 清熱解毒的一個穴道為主 那我們推薦使用所謂的 曲池的穴道 曲池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手肘橫紋頭的頂端 那我們用拇指或食指 或者一些輔助的一些 按摩的器具 往手肘中心按壓 那一次大概按壓20個次數左右 就是說每按壓大概20下左右 那大概是兩三分鐘 來把它完成 這個是我們曲池的一個穴道 針對於這種熱咳 另外寒咳的部分 我們是推薦銀香穴 那銀香穴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一個鼻唇溝 跟我們鼻子水平的交叉點 那這個穴位往上往內來按壓 會達到酸麻脹重的感覺 就表示有得起 那這個針對於過敏性鼻炎 或者是氣管裡面 分泌過多的水分 而引起的咳嗽 可以很好的效果 主要是能夠讓我們的氣管B 分泌更少 鼻子阻塞 能夠快速的緩解 熱咳跟寒咳到底要分別 可以吃什麼 然後幫助我們呢 在日常生活裡面呢 有非常多的食物呢 對我們的咳嗽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熱性的食物呢 大概讓我們的寒咳可以得到改善 舉個例子 像這裡有一個叫做 薑 這個薑我們大概叫老薑 藥的一個廚房裡面 都叫生薑 我們在市場上買到的就是老薑 那當然有一種叫做紫醬 主要是薑黃素的濃度 那如果老薑的話 它本身它對於濕咳就是寒咳比較 因為它這種溫熱的一個特性 會讓我們的氣管B變得乾燥 那像其他有些辛香料 包括像桂枝啊 或者是這個胡椒的這些 都是對於氣管B能夠變得乾燥 所以適合 濕咳或者光影性咳嗽來使用 但是其他像水梨呢 其實更好跟生薑老薑是更好不一樣 那水梨它本身有清熱泄火滋潤的作用 但是如果這個水梨呢 你加了冰糖以後呢 反而讓它的效果變得反合 你說燉了之後變化 因為很多的藥膳裡面這個水梨燉冰糖 那冰糖它有反而它的藥性 而且在熱咳的時候 反而是不適合吃甜甜甜的東西 所以你直接把水梨把它切片 或者直接榨成水梨汁來喝 反而對熱咳它的效果是比較好 那如果我們在燉的時候 加了川貝或浙貝會不會又好一點 那貝母它本身也是一個滋潤的作用 那當然貝母裡面有分作 浙貝、川貝 那其實都是一個相同的作用 不過水梨來講它是直接有效對清熱蟹火 那蘿蔔它其實也是一個蟹火 所以有人說這個 咳嗽不能吃蘿蔔 其實是寒痰氣喘 咳嗽才不能吃蘿蔔 如果說是你是乾咳的 吃蘿蔔反而是能夠吃任何的蟹火 那蘿蔔本身呢 一個是一個水深的植物碳 所以它也是一個清熱蟹火 潤沸的一個食材 那冬瓜的話 大家知道吃冬瓜是降火 尤其在夏天呢 吃冬瓜會退火 所以熱性的咳嗽 乾咳嗽是適合水梨 或者蘿蔔 或者冬瓜 或者檸檬 但是 當你在失咳的時候 吃的反而會產生這種 癱痕過多 那反而吃的不舒服 另外我特別來提醒就是這個菊花 菊花它本身有一個 清熱解毒 抗病毒的一個作用 它本身也有明目的作用 所以熱咳的時候我們來吃菊花 那菊花可以泡茶 或者加一點像綠茶等等的 都可以來使用 那也是主要是治療在熱咳、肝咳 那另外一個這個叫做百合 那其實百合的作用 其實它是雙向的調節 它如果說你是熱咳的話 可以吃白咳 濕咳的話可以吃白咳 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這些食物的屬性 來做一個調配的話 對於熱咳、濕咳的一個食療 才能夠真正有幫助到 那醫師您剛剛說 熱咳人不能吃甜的 就是不能像那個比較甜膩的東西 會增加咳痰的一個作用 那蜂蜜呢 蜂蜜是給濕咳的人吃嗎 蜂蜜基本上它是一個滋味的作用 對於乾咳 要稀釋才可以食用 理解 那有些人會問說 我在熱咳的時候 我可以喝雞湯嗎 因為雞湯比較補 會不會就一喝反而咳得更嚴重 對 雞湯它是一個補益的食物 它基本上沒有所謂冷熱食物 不過是溫補的食物 對熱咳的一個狀態的話 應該是比較不建議 對於濕咳抵抗力減退的時候 身體虛弱的時候 產生一種過敏性的咳嗽 雞湯應該是比較適用 那也有人問 我透過複視的呼吸的方式呢 可以強健我的肺 讓我的那個身體比較強壯呢 呼吸的一個鍛鍊的方法 那當然會增加我們身體的抵抗力 增加我們的喚氣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會根據我們 肺部功能的一個退化 來做個鍛鍊 那複視呼吸呢 就是說你把你的一隻手 放在胸部 一隻手放在肚子 那我們正常呼吸的時候呢 其實在我們吸氣的時候呢 其實肚子是向上縮的 那我們吐氣的時候 肚子是向下的 所以複視呼吸剛好相反 所以當我們吸氣的時候 肚子讓它撐大 肚子擴大的話 讓胸腔呢 有更大的一個肺部量 那當然就會增加我們身體的一個 喚氣 尤其是對於 含性的咳嗽是比較有用的 但是如果對於 單性的咳嗽 風味性的咳嗽 其實你有什麼幫忙 講到這個比較傷含性的 這種咳嗽的話 那有些食物一定不能吃 可是我們一般會說 我們要吃梨子啊 其實是顧肺啊 那這時候傷含性 是不是也不宜吃梨子 所以我們如果說 以所謂的風含性的 這個咳嗽來講 它主要是氣管壁 分泌過多的水分 那像鼻塞 或者像呼吸的一種聲音 主要是水分過多 所以我們在食療養生方面 我們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想我們有一些飲食上 一些迷失 飲食上禁忌 可能有一些誤解 那大家都說這個咳嗽呢 好像不能吃梨子 那有的說咳嗽是可以吃梨子 尤其我們這個水梨燉冰糖 好像好像 類似民方吧 對 但實際上像 這種風含性的咳嗽 不適合水梨燉冰糖 或者吃水梨 為什麼呢 水梨它本身有很好的一個 清涼洩火的作用 如果說你這種風含性的咳嗽的話 那氣管壁本來這個水分就已經很多了 那如果說你在吃了這些水梨以後 所謂的雪上加霜 讓你的氣管壁水分更多 所以像水梨西瓜 吃多了會降低抵抗力 影響自我呼應 這些比較屬於清熱洩火的東西 在於風含咳嗽來講 其實並不適宜 醫師那麼熱感的那個咳嗽 是什麼症狀呢 風含咳嗽它主要是跟這個 上呼吸道感染有明確關係的 那風含咳嗽它主要的症狀 就像它的痰呢 會黏黏的 甚至沒有痰 第二個就是說它會喉嚨痛 那講話會曬啊 口渴口乾的一個情形 它會流黃色的鼻涕 所以就是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綜合性的症狀 大概都有 或者說有一些像頭痛啊 身體酸痛啊 那個就是一種風熱感冒 病毒性的感冒 那我們在脈來拔起來的時候 脈是浮速的 那是出現熱向的 那症狀上呢 當然就是說 以咳嗽的一個急性期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風熱性感冒 但是實際上 這個咳嗽可能會 脫比較久的生命 像我們常常看到 咳了兩個月 六個月多月 咳到熱不痛 咳到小便失禁 那尤其像中年的婦女朋友 因為生產過後 都是比較會有子宮壓著 磅磅磅的一個狀態 那一咳的時候 就會有小便失禁的一個情形 那一般來講 我們對咳嗽的一個治療 就主持人所講的就是說 在醫師的一個辯證方面 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如果是屬於熱咳 或者是一種寒咳 你一定要小心的辨別 剛才講的一個濕咳的症狀 寒咳的症狀 氣管壁 分泌過多的水分 或者鼻子裡面 分泌過多的水分 那其實熱咳 風熱性的咳嗽 相對的就是氣管壁 產生一種發炎 或者乾燥 或種細菌感染的一個特徵 所以它出現的症狀 可能就是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過敏性的咳嗽 風安性的咳嗽 比較屬於像類似這種過敏 尤其是小朋友 在早晚溫差大的時候 比較會出現 那麼醫生是不是要教我們保健操呢 是 我們有一些這個 論肺養肺的保健操 提供大家做參考 這個保健肺部的健身操 其實非常簡單 那首先就是你的這個雙腳 大概約裂與肩同寬 那你雙手抬起來平舉 再蹲下去的時候 你的膝蓋不要大於60度 那在蹲下去的時候 你做一個呼吸的動作 再上來的時候 做一個吐氣的動作 那我們再帶領了大家來做一次 那通常我們這樣的一個這個練習呢 不要超過30次 那一天可以做一次或兩次的一個練習 那我們雙手呢 平舉右 雙腳以前的話 那微微的蹲下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 吸氣 那起來的時候 達到吐氣 那這個動作呢 要非常的一個溫和 好 大家跟我做 好 是 那在治療上會用什麼樣的方法 那當然就是說 是一個寒痰 風寒性的感冒 而產生一個水分過多 那我們用的藥 會讓我們的呼吸道 能夠讓它變得比較乾燥 所以像中藥裡面有很多的藥 是非常有效 讓我們的一個呼吸道 連末組織的 減少它的一個分泌 尤其像麻黃這個藥 它在2500年前 像上安倫時代 這個張仲時代 就應用得非常廣泛 那就是說 它這個藥就是讓我們的呼吸道 減少 那主要是 宣肺 誇汗 散寒 而且會消水腫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麻黃這個藥 那這個麻黃的藥 是在這個地方 那另外是 還有所謂的這個紫蘇 紫蘇我們在藥室兩種藥裡面 像我們吃了很多像日本料理 那邊就會放那個紫蘇葉 對 然後是說我們在茶飲裡面 我們希望它的發散 而且帶點溫暖的 它就會用紫蘇 那紫蘇呢 另外它會有紫蘇的紫 那紫蘇紫呢 它能夠定傳散寒 那這個紫蘇紫呢 在我們很多的藥方裡面 像三指定傳湯裡面 就會用紫蘇紫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 這個叫做 紫蘇 在毛毛的 紫蘇 又叫木筆花 它主要是說 它的一個花 它裡面有一些精油的成分 它主要有香采的作用 尤其像鼻塞不同 這個都會用紫蘇 那一個非常有名的藥方 叫做紫蘇傘 它以它為菌藥 所以我們對於 風含性的咳嗽呢 在治療上呢 那是有它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用香采的方式 第二是 讓氣管壁 蜂蜜 減少 而達到 氣管乾燥 讓我們呼吸比較能夠 膨脹 所以一般辛香料 其實都是比較熱一點 比較溫一點 那當然就是這幾味藥 並不是說 像我們一般的這種 所謂的 辛香料的一個食材 像馬王 辛梨 梳子的話 是用在一般的藥物裡面 那紫蘇就 用在很多的食材裡面 常用的一個藥材方面 我們有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選擇 所以常用的藥材裡面 像菊花 我們都知道菊花呢 清熱 它有清熱的一個作用 它有退活的作用 有抗病毒 抗虛菌的作用 所以這個菊花來講 不是是明目 而且它對上無其道的一個 細菌的感染 殺菊也很好 那這時候要用白菊還黃菊 那其實白菊還黃菊 就可以瀑在中藥裡面的一個 藥用的 是用黃色的一個菊花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黃禽 黃禽是一個 清肥的很重要的一個藥材 那它主要能夠殺菌 潤肺 而且有群肺的作用 它主要是對 乾咳或者是 熱性 或者有濃坦的一個咳嗽 那效果特別的有效 因為它主要能夠殺菌 抗病毒的一個作用 那這個藥叫做杏仁 它的止咳 止癌 那其實我們在用杏仁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這種所謂的苦杏仁 不能用這個甜杏仁 我們一般喝的都不行 我們到一些 夜市買的都是甜杏仁 因為當你吃起來有口感的 非常香甜 但是這樣苦杏仁呢 它才有所謂的鎮靜的作用 因為它是喉嚨養的造成的一種咳嗽 所以我們用苦杏仁呢 去鎮渴的一個作用 那接下來就是魚腥草 那魚腥草 這個有特殊的一個香味 它新鮮的 特殊的臭味吧 當然它是新鮮的時候 就是有個魚腥味 但是它曬乾以後 就變成一個芳香的一個香味 是喔 所以魚腥草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對耶 而且台灣地區 很多 從北到南都可以買到魚腥草 而且路邊也就有了 不過路邊的 這個魚腥草不要採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路邊的時候 因為空氣中可能 因為燃燒了汽油 那汽油裡面會含有鉛 那鉛會附作在魚腥草 是喔 對 我看很多都會在路邊採草 好 接下來就是說 為了這個環境的一個維護 會把一些野生植物呢 用那個粗草劑 把它噴了以後 那可能會產有農藥 所以要買這種 藥草最好是專業的 那個草藥店 或者通藥仿充牌 會比較安全 才不會這個買到 安全有益力的藥材 是 那接下來介紹這個是商業 商業就是產寶寶吃的東西 對 那個商業 它本身讓我們的氣管幣 能夠有消肿消炎的作用 那它有清熱洩火 一個潤沸的作用 那其實使用上呢 非常容易取得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 甘草 甘草我們 它主要的作用 叫做 洩火 河中 那洩火就是讓我們的這個 上無吸道的一個火 能夠洩掉 再來呢 能夠調和豬藥的一個作用 所以這個甘草在裡面呢 它有 雙重的一個作用 第三個叫做脊梗 它是一個 潤沸肺的 尤其是對 肝的咳嗽 或者是 聲音沙耶 都是一個養肺的藥藥 在西藥裡面 那有些咳嗽糖漿 脂咳潤喉的 常用的就是脊梗 還有一個 遠治 那遠治不是安定神經的嗎 遠治它本身也有正確的作用